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居哈斯的致富与丹妮 女作家们疲于寻觅爱情的容颜 美丽而沧桑 叫人不忍 但因为这样才引起众人的一看再看 映照他们的肉身是否与文字相符或违背 满足他者窥视的百无聊赖 她 她们 以及我 女性书写者 都被孤独打成原型 一个眼睛往外看 又看进内心的千里眼女妖 有时远观无遗 在看过整个世界风情之后 那一切的心得收拢在女妖的眼瞳深处 化为她的孤独之境 最近的远方是自己不了解自己 注视肉体 因为它是美的又是丑的 不正视美与丑的真实 而从事文艺跟艺术 这是难养成大事的 分裂了而不崩溃 合一的单纯 却充满组合的复杂 我所了解的自己 综合了其他人所了解的我 而我一点也不在意 其他人如何有意或无意地接触我 了解我 那不在我的问题里 他们说 我盯着一幕的眼神呆若目击 他们说 我瘦瘦的身躯财财的 他们说 我说话齐齐爱爱 他们说 我的名字叫宅女 他们都错了 我电脑前的尘尸 有一个远方 我的身体 只是还没有打扮 还没有被点燃 还有还有 我懒得跟笨蛋讲话 我虽然常常卧在家 但我 我是我房间的灵魂 宅女 是他们所见 他们不知道 我眼里有无限个房间 反将他们一一地 居提 监禁 他们必须知道 我是谁之后 我才会打开锁 放他们走 现在他们都在新闻里了 一幕的屏幕前 看到我了 他们啊 都是我的亲友了 你一直赌大的 你一直赌大的 大大的输赢才像英雄 但是输了怎么办 一直输一直输 也是一种赢啊 你说 赌大的就是有个好处 不论输赢 都赚到了传奇 你指着天空 飘下的羽毛 对我说 凡从高处 坠落之物 都是有重量的 我们所招逢的命运 是几两的风 顺逆之间 只倾服过眉睫 而机会 机会是一场淋漓丰收 或是狼狈万分的暴雨 赢 赢得风淡云青 小 出的一套糊涂 大 大 大 压 大的 你拉着我的手 压下去了